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SST对阵GOP的第三局上半场 地图是军工厂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老三样搬掉以后多搬了一手勘套 这个班位蛮符合日服这边的一个搬法的 这边的话还是拿出了铁养师 打邦邦 Vampi这边的话雕刻架被搬掉了 因为现在对于SST来讲 他们的小飞有优势 所以说他们保平就能赢 会打得更稳一点 把你一个有多抓能力的雕刻架板点 放你个帮帮 大不了给你保个平 你们保个平 我们也保个平 我们就赢了 上来第一个点遇到的是调香师 这边调香师 先一波狗没有流出任何的足迹 所以说Vampi这边其实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人在附近 但他并不知道人到底在哪里的 这里的话调香师的这波走位 大家其实可以去学一手的 我们可以看到 Vampi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足迹 在前期你可能会被抓的情况下 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些顶尖的选手 他们都是会选择压脚步的 因为压脚步了以后不录脚步 我这边是可以跟你绕圈圈的 但录了脚步以后 看得到不然 那这些顶尖的监管者 基本上排点是排得很清楚的 炸好的 这边吃块板子 但闪现好了 翻进去 那这边 闪现一刀 这有加速 有加速压脚 倒应该还是要倒的吧 还行 还行 连皮这波击倒还是挺快的 闪现好了 差不多就击倒了 70来秒的一个击倒 可以 这个击倒的话 而且倒在了中场 我觉得球手这边的话 可以选择卖掉了 因为这刀阵容 他们拿出来 打棒棒的话 迎面着实不高 着实不高 遇到强势 遇到囚徒的一个击倒 其实带闪现的话 差不多都是80秒左右 80秒到100秒 然后这把的话会更快 80秒到100秒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卡死就一波 这样的话 我觉得卖掉吧 直接卖掉 卖掉以后 打一个三人残局 去保个平 因为棒棒 虽然说前期击倒很快 但是你不来救人 他没有办法狂血球 他没有办法到二级 他没有办法到二级 他的炸弹对吧 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击倒能力了 最近能力会差很多 因为二级炸弹对吧 又长 他恢复的又快 这边要救吗 要救 SST这个队伍的人 躲炸弹 真的蛮厉害的 这佣兵就是硬躲炸弹 然后过来 救了一波 但救了一波的一个收益 就是拉开遗产级了 我觉得你外面修一台也可以 对吧 这一波就不要给到 那个免匹机会会更好一点 万一你没救下来呢 虽然救下来的 救下来的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对于穷子来讲也不赚 对吧 你不救下来的话 还没有风险 这边守护人机子 应该是能亮掉的 然后中间的话 这边线圈应该先给他踩了 傭兵现在是一个半状态 对于帮帮来讲 这个局是有机会争胜的 这个局的盛面不小的 这局盛面不小的 他只要能够快速的 在 呃 升一台机之前啊 把这个就 升一台机的时候 把这个守护人给击倒了 或者把游民击倒了都可以啊 囚徒也行 反正随便谁吧 只要击倒了 然后挂上 打一波防守 他就有一面了 就有一面了 我们就来看 这边的一个走位啊 直接先打一刀 30秒的一颗遥控雷 他如果两连雷 然后等30秒 哎 这边传送 也行也行也行 把这边就任何一些打残了 然后这边把这囚徒秒呢 压在遗产机 一面更打 确实 这手传送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好 因为当时呢 守护人是一颗遥控雷倒的 所以 其实击倒这守护人 我觉得也可以 不过这手传送的话 打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要比那个 管守护人要更好一点 第二颗雷补上 差一颗雷 遥控雷 交个电 遥控雷收了吧 遥控雷爆 好 没有压到遗产机 没有压到遗产机的话 这边机子差的不多了 然后用兵来救人 什么人一颗炸弹倒 就不太可能 用兵机子点亮以后来救 棒棒的话 这边应该是会往游兵这边压过去的 应该会往游兵这边压过去的 他们这边是选择打个两人开门战 打个两人开门战 或者说两个能动的人的开门战 然后佣兵中场压着 让守护人这边点门 好像不错 救人的话 因为这边棒棒已经往前压过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边 佣兵来救人 万一人打开往外打的 这个人你还真别说 不一定救得下来 救下来了可能也是立马在倒一个 然后棒棒追下一个 守护人这边的话门点开 然后佣兵这边两个户币跳走 保平 很nice 很nice 这局的话我觉得两边的质量打的都很高 棒棒打的挺好的 然后球手打的也挺好的 都没有给到对手任何机会 这手直接点亮密码机 我觉得要比去救人 平局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 选择很好 我们稍稍休小看 双方在下半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